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宿村村长南哥 南哥你好 苏珊好 都说十三太保的队友不好带 还好 村长是我 俩得住 那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带的吗 就是不带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自由发展 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但有消息称 你带着革命村的几个城市 发展的挺欢的 看似是我在带着别人 实则是在锁炼自己的管理能力 毕竟我在自己村里 锁炼的机会不多 所以南哥你是苏南还是苏北 以前我肯定是苏南 但虽然我现在江北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他们说我不纯 那您现在的地理位置 怎么定义最准确呢 我的位置其实还是偏南的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你现在更准确的位置叫做晚南 听说你们苏南都不服南江 哪个教育 我和南哥纯齿相依 紧密相连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最后你家有粉丝吧 表明是他的 实际上是我的 当然了我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服的 啊 那帝哥你服吗 我半服 半服是什么意思 就是服一半 立阳服 市区不服 西哥呢 我全部服 全部 江英和义京都不服南哥 对 也不服我 那苏哥 您这呢 这个问题吧 他好像是不太服 哦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